宋慧桥 林志妍 李道县 主演的韩剧《恨荣耀》第二季让大家等到心痒痒 为了让粉丝在3月10号到来之前节节可 Netflix终于释出该剧的正式预告啦 这次跟前导预告特别预告不同 内容公布了超多劲爆画面 庞大信息量更上人倒抽一口气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亮点一 第二个看见伤疤的男人 先前曝光的特别预告 前导预告中画面其实大同小异 但2月23号上线的正式预告竟然公开了超多劲爆画面 甚至会让人忍不住惊呼 首先可以看到文童颖少见的脱小怪异露出身上的伤疤 而站在他面前的人正是何杜领 只见一向触遍不禁的何杜领瞪大双眼 在文童颖证明朴仙镇对他造成的伤害之后 他是否会成为他的战友呢 而先前公布的第二季海报中 也可以看出何杜领不同于其他曾经伤害文童颖的人 并非以仰望之姿看着他 文童颖将手搭在他肩膀上的方式 让他看起来更像是合作的盟友关系 第二季开头何杜领就严肃地问 文童颖等复仇结束了你就能快乐吗 也许两人搭成什么样的协议也说不定呢 2.2 朴仙镇母亲的保险项 第二季中 航网认为朴仙镇的妈妈应该是利用巫师 给政商权贵以及警察署长 配送年轻漂亮的女孩 借拉皮条得到金钱和利益 如今第二季预告画面出现了 贤正妈妈打开保险箱 里头满满的符咒 金条和文件 似乎更加印证了这一点 背景则是朴仙镇说 所以你还是选择了 要打开呀 呼应第一季 他却和杜领不要看穿他 不要打开那充满过去罪孽的潘多拉河 亮点三 文童印身处迷雾中 编剧禁书采访时透露 最痛快火辣的剧情都集中在第二部 所有的诱饵即将回收 最新正式预告中 可以看见身处迷雾之中的文童印 不知道这个画面是暗示被报仇 憎恨淹没的文童印 有迷茫的时候吗 还是他宛如野兽潜伏在迷雾之中 等着将所有伤害过他的禽兽 以往打尽呢 亮点四 四人帮密谋 知道文童印的厉害后 霸凌帮聚集在一块 似乎正盘算着 接下来该怎么对付文童印 紧接着 报警来了 背景竟冒出孙明武的声音 说着 你知道他们都是杀人犯吧 原本大家都以为 已经送人头的孙明武竟然现身 还说 只有我是无辜的 只有我 但他 真的是无辜的吗 亮点五 孙明武死而复生 对孙明武的发言 文童印不懈的笑了一笑 你觉得自己无辜 接着就出现 孙明武被香槟酒瓶殴打的画面 除了绿色高跟鞋 这次跟曝光凶手 穿着一袭飘逸的白色长裙 那个动手的女人究竟是谁 另一边成为文童印刽子手的 朱如征则对他说 我一开始就知道你为何想利用我 据照还出现他手持手术器材 而朴仙珍正躺在他手术台上的画面 朱如征拿着针筒对朴仙珍说 你知道吗 如果不把空气抽掉就注射的话 人可能会死 随后更问道 你把孙明武怎么了 抢先看过90集的还没提到 第二季里朱如征在朴仙珍 去到他的医院时 在心理上给朴仙珍施加压力 让他感到害怕 并帮助文童印 不知道第二季 文童印究竟要朱如征 做到什么程度呢 亮点6 朴仙珍顾不及重视 染着橘色头发的文童印母亲 发疯似的大笑 尤其借着画面 是一个装满韩元的袋子 貌似朴仙珍要交给某人 瞧她一脸尖笑的模样 寒往猜测 极有可能又要拿现金 售买文童印的母亲 让她像当年一样 出卖文童印 朴仙珍还一边狠毒说着 不管我杀了你 还是把你煮熟 我都能再找一只电卷棒 对付你 亮点7 何杜林杀红眼 一向绅士的何杜林 也在第二季正式预告中失控 何瑞帅的青少父亲 并非何杜林 而是有红绿色盲的全赛君 但一直到第一季最后 两人都没有真正的捅破那层纸 而第二季时 两人不知道说了什么 何杜林问了句 你算什么东西 全赛君挑衅的答 你应该都知道 对吧 我才是何瑞帅的青生父亲 何杜林内心的愤怒 终于爆发 撕下以往优雅的面具 失控的对全赛君大打出手 也对着曾经传爱的老婆大吼 你到头来在保护什么 还没推测 何瑞帅的身世将在第二季 对全赛君 朴仙镇 何杜林的人生 打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亮点8 崔慧成被判 崔慧成对着电话的另一头放话 我们光靠友谊是持续不久的 你连我藏了哪一照都不知道 全赛君更表示自己 刚刚收到死人传的讯息 看来第二季死去的孙明物会回归 2.9 文童银指导龙学 预告中可以看到 文童银在第二季似乎已经戳破了朴仙镇妈妈庙的假象 那可以说是朴仙镇家最重要的资产 也是他的命脉 朴仙镇的富有家族建立在这座神庙之上 说是被文童银给毁掉 那朴仙镇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了 亮点10 朱如珍向妈妈坦白 预告中可以看到朱如珍和穿着手术袍的妈妈对话 朱如珍说 我打算过得跟疯子一样 妈妈说那就别被抓到 在第一季中 院长看到杀父仇人寄给朱如珍的信 去监狱和对方对峙后 情绪一度崩溃 也许是理解儿子的心情 在听到朱如珍说自己打算变成疯子之后 院长也没有阻止 而是默默地叫他别被抓到 默默地支持儿子的复仇行动 但是看到朱如珍痛哭失声的模样 好担心他又失去谁了呢 亮点11 何瑞帅被卷入暴风圈中心 第二季也可以看到正在痛哭的何瑞帅 看着年有的他哭得如此伤心 隔着屏幕都心疼起来 这一切都是大人的错 瑞帅真的是最无辜的 亮点12 平行的两个人生 满身是伤的文童银和开心的文童银擦身而过 假如没有被五人帮霸凌 文童银就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也可以完成梦想 成为一名建筑师吧 平行宇宙中 也许真的有另一个文童银 快乐且幸福的生活着 但在这里满身是伤的文童银 只能面对现实 为了复仇 朝着炼狱 直奔而去 亮点13 文童银再放狠话 他先正聚干零下 骄傲的说着 为什么穷鬼老是相信 因果和报应啊 看似一点都不害怕文童银的威胁 文童银最后只是站在屋顶 悠悠的说 希望你跟我一样 感受到那种灼热 希望你痛到骨子里 看来他也找到了 可以对付朴仙珍的电卷棒吧 亮点14 文童银再放狠话 何度银承认 精神出轨 第一季中 文童银曾说 我希望最后 朴仙珍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何度银的立场 因此成为了第二季 一大看点 而根据抢先看的剧透 朴仙珍发现了何度银 与文童银下棋 生气质问 欧巴怎么会把文童银 这种人放在眼里 何度银回答 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我只是好奇 后来一段时间没见到 让我心生期待 再见的时候 我想赢他 却被抢先而乱了阵脚 那样的瞬间 让我想拥有 听文达夫的朴仙珍 勉强镇静地说 欧巴 你那可是出轨呀 再怎么掩饰 也改变不了出轨的本质 没想到何度银竟笑出来 冷漠阴道 你这么说 会让我有点委屈 但不至于觉得不满 所以我才没有问过你 和全载郡之间的关系 夫妻之间和平的假象 终于被撕开裂缝 两点十五 文童银再放狠话 尹昭西尸体去向 在《黑暗荣耀》第一季里 文童银给了孙明雾 关于尹昭西死亡的线索 他写给他 尹昭西尸体停放的地方 并表示 杀害尹昭西的凶手 就是飘仙镇 根据还没剧透 朱如真的父亲 在死者生前 命令将死者的遗体 存放在冷冻市 而不是医院的太平间 这与本案存在的关系 将在第二季揭晓 包括尹昭西的尸体 以及孙明雾 究竟是失踪 还是已经身亡 许多第一季 尚未解开的伏笔 都会在第二季的90集 全数解开 紧接着的 便是紧张自己的复仇 与心理战 期待3月10号的开播 期待演员们开挂的演技 好的作品 就是会让大众反思